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使用玩家国度名号 5000毫安可拆卸电池 看来做充也得上快充了 TCR集团发布转让子公司TCR通讯科技股权的公告 你向紫光集团 云南城头等三家外部投资者转让 6亿2670万2217股股份 占TCR通讯科技已发行股份的49% 又一家电企业做手机 要折了 顺丰速递和中国联通联合宣布推出大风卡 每月46元 4G全国流量和100分钟全国通话 特点是使用顺丰成功收发快递 每笔赠送100兆全国流量 每月最多10笔 那是控股官方微信发布 有关公司董事长贾跃亭诉顾盈琼造谣诽谤案 被美国法院正式受理的声明 并称起诉理由是顾盈琼实施诽谤 诋毁跟踪等侵权行为 严重侵害了贾跃亭的合法权益 在湖北仙桃举办的小米供应商大会上 雷军面对数百名供应商表示 小米手机今年出货量将迎来新高超9000万部 并将在未来两年半时间内 超越华为重新夺回中国手机市场第一的宝座 目前于成东并没有做出回应 一场华米大战在所难免 华米 我是小米大 节俭用拉风每天一分钟